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自去年年底以来,美国大型科技公司都在大规模裁员。 根据已公布的讯息显示,亚马逊裁员18000人,Google母公司Alphabet裁员12000人,微软裁员1万人,惠普裁员6000人,戴尔科技裁员6650人,美光裁员77200人,爱丽辛瑞典裁员1400人。 三星2022年第四级半导体部门,营业利润为2700亿韩元,折合约2.04亿美元。 相较2021年同期,大幅下滑96.9%,2023年第一季预估将有约2兆韩元,折合约15亿美元亏损。 据韩国媒体援引矽谷消息人士的话报导称,今年2月,三星美国半导体子公司通知全体员工,由于业务表现不佳及经济形势不明朗,计划裁员3%。 目前,三星美国半导体子公司员工数约有1200人,裁员3%,也就是约30多名员工将被裁。 然而,三星半导体还正在为快速提升,自家的先进晶片制造与封装能力,招兵买马以期追上台机电。 据台湾电子时报报道,三星电子最快将于2023年内,在极此外光EUV曝光工艺中引入自演的光照护膜,有望提升晶圆代工竞争力和带动光照护膜材料,零部件需求。 Tech Insights之前报道指出,其在Exynos 990中发现了三星真正的7LPP工艺,该工艺包含在其旗舰产品Galaxy S20中。 正如业界预期的那样,这种7奈米EUV工艺提供了三星迄今为止观察到的最高密度布局。 但很明显,三星希望快速进步。 据韩国媒体Business Korea报道,三星正在开发及此外光EUV光照保护膜Pellico,希望借此提高EUV系统生产晶片的良率,以缩小与竞争对手台积电的市占率差距。 据了解,光照保护膜是一种薄膜,可保护EUV光照表面免受空气中微分子或污染物的影响,这对于5奈米或以下节点制程的先进制程技术的良率表现至关重要。 另外,光照保护膜也是一种需要定期更换的消耗品,而由于EUV曝光设备的光源波长较短,因此保护膜需要较薄厚度来增加透光率。 之前,锡已被用于制造光照护膜,但石墨锡会是一种更好的材料,因为石墨锡制造的光照保护膜比锡更薄、更透明。 目前,光照保护膜主要供应商是荷兰艾斯莫尔、日本三井化学和韩国SNSTech。 而台积电从2019年开始就使用自研的EUV光照保护膜,并且于2021年宣布产能比2019年提高了20倍。 三星曾在其Foundry Forum 2021上就宣布要自研EUV光照保护膜,2023年初开发透光率达88%的EUV光照护膜。 此前,有韩国媒体报道显示,三星电子已经开发出透光率高达88%的EUV薄膜,而且已经可以大规模生产。 按照三星说法,其EUV光照保护膜量产后,有助达成供应链多元化和稳定。 不过,三星还要继续开发,因88%透光率护膜并不是品质最好的产品。 据悉,三星电子已经开始开发一种先进的极紫外EUV薄膜,以缩小其与代工对手台积电的市场份额差距。 目前,市场已有透光率达90%以上EUV光照保护膜厂商,一家是艾斯摩尔,并一家是SNSTech。 后者2021年成功开发透光率为90%的EUV光照保护膜。 三星半导体研究所最近的一份招聘通知中提到,将开发一种透光率为92%的EUV薄膜。 这意味着这家韩国科技巨头已经达成既定目标,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路线图,即将透光率提高4个百分点。 目前,三星也开始研究下一代HiN AEUV薄膜,将采用新材料,也将与外部机构合作,开发评估碳奈米管和石墨烯EUV光照保护膜。 三星也会推动自演的奈米石墨烯薄膜大量生产设施设计。 市场人士表示,三星推动自演EUV光照保护膜,就是为了追上台积电。 在先进晶片制造相关领域,与台积电和英特尔等全球半导体企业相比,三星的先进封装发展较晚,因而也是这三家先进晶片企业中相对最落后的。 然而,自2022年以来,三星积极建构封装基础设施,挖角相贵人才的动作,堪称疯狂。 2022年6月中旬,三星电子成立了一个由DS部门总裁庆桂贤贤,直接领导的先进封装商业化工作团队,该工作组2023年升级为先进封装业务组。 同年7月,三星将刚从苹果挖来的金玉瓶,任命为副总裁兼美国封装解决方案中心负责人。 其从韩国科学技术院毕业后,曾长期为半导体巨头工作,他先后就职于德州仪器和高通,并于2014年开始为苹果工作。 2022年年底,三星电子聘请曾担任高通公司工程部门副总裁,为其美国公司的高级副总裁。 同一时期,三星电子新组件的智慧型手机应用处理器研发团队,是由电子装置体验业务部门NX组件的新组件的团队由执行副总裁崔元俊领导。 骑士无线晶片组方面的专家,在2016年由高通加入三星行动业务部门,在三月的三星年度高管调整中,他已被任命为电子装置体验业务部门的研发主管。 根据韩媒Business Korea的报道,三星电子近日聘请了曾经担任台积电研发副处长的林俊成,来担任半导体DS部门先进封装业务团队副总裁,林俊成预计今后将在该组织开展先进封装技术的开发工作。 身为元台积电研发副处长林俊成,为半导体封装专家,在加入台积电之前,他还曾在美国记忆体半导体公司美光科技工作数年。 他自1999年起到2017年任职于台积电,任职长达18年,期间统筹台积电申请美国专利达450余项,为台积电当前一意为傲的3D封装技术奠定了基础。 此外,在加入三星电子之前,还曾担任台湾半导体设备公司天宏科技SKYTEC的执行长,积累了对封装设备的生产经验。 由于林俊成在封装领域有多年经验,未来能否协助三星加速先进封装进展,引发各界关注。 不过,有台湾半导体产业业内人士认为,这显示三星希望在各方面都能追赶台积电的企图心,不过短期内仍难以撼动台积电领先地位。 台积院产经资料库研究员纪总监表示,晶圆代工搭配先进封装,为顶级客户提供完整服务,是必然的发展趋势,不仅有助提高服务的附加价值,订单粘着度也升高。 观察三星的动作,可以发现,三星不仅企图在先进制程的制造能力能够弯到超车对手台积电,也希望透过延览败布人才,在先进封装领域加速追赶台积电。 台积电近期在三奈米制程接单捷报频传,在客户数量、出货量及良率表现都较佳。 台积电在先进封装,布局领先,也不是三星短期内能够轻易赶上,台积电晶圆代工龙头地位依旧稳固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,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,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,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,谢谢。